为了对县恋结婚超过半世纪的夫妻表达敬意 南多县府举办一年一度的金婚钻石婚白金钻石婚 以及敬老楷模表扬大会 场面是相当的热闹 县长许舒华也特地前来 与白金钻石婚楷模代表一同点喜足切蛋糕 祝福他们长寿健康 一年一度的金婚钻石婚白金钻石婚 以及长青敬老楷模表扬大会 在精彩的歌舞表演之下为活动来热场 每一次看到所有的长辈 能够维持50年60年的婚姻 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早期的传统社会 很多的长辈彼此都会互相的包容 那我们更觉得现在台湾的 不管是在离婚率也都特别的高 更值得这些的长辈 在我们社会上 他们的作为更值得我们学习 随后在南头县长许舒华的率领下 普里镇白金钻石婚楷模谢德才 卸检催修代表售奖人员 点喜足切蛋糕 我用重来沾四个照 这样就会很容易 不懂得我说 婚姻安婚怡婿 我们如果想起来 我们就不要听出来 就没问题 对吧 夫妻要白头偕老 不仅要互相恩爱 也要健康长寿 各乡正式的婚姻楷模 值得作为大家的模范 那在这里呢 就要祝福我们所有的长辈们 在重阳节 大家都能够这个重阳节快乐 希望这些长辈都能够把自己的身体 还有这个各方面的体能都顾好 那身体健康 我们的家庭 就会和乐 那我们的这个做完辈的 也都会非常的开心 再次的祝福所有 我们南头县的所有的长辈们 祝福大家重阳节快乐 南头县有44队白金钻石婚楷模 329队钻石婚楷模 682队金婚楷模 与会长官来宾 祝福大家白头偕老 长长久久 经过50年 60年 70年 的夫妻 为了我们的家庭 实在说也不简单 我在这里 很幸福 可以用爱好 脚头 感到 那这些是很灵魂近辈的 刚才我在车厅 我也跟我们这里同意说 这些是要走50年 60年 这些是很不简单的 在这里 共亿人 那也看到 这么多 原来几十年的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来到我们这里 台队温暖 温柔的笑容 和我们感觉很温馨 也期待说 我们南投县 跟余思昌 美护 这个男女 少少都能够 荣誉爱和 透过活动的举办 除了让大家了解 维持婚姻 非常的不简单 也让大家学习 这群长辈的人生智慧 还有长寿的秘诀 记者发红困南投县 采访报导